出国大熊猫待遇为何差距那么大 在韩国的大熊猫得到万千宠爱 并且成了顶流福宝 古灵精怪调皮聪明 经常惹怒妈妈被妈妈追着揍 但还是会释放天性 开心快乐 被爷爷宠上天 玩具全手工打造 每天不宠样 爱宝到韩国后奶爸特意为他种满花朵 爱宝喜欢的不得了 只要一上班就在花朵旁慢慢欣赏 爱宝马上就要生二胎了 爷爷天天晚上陪着爱宝一起睡 给爱宝足够安全感 这样爱太珍贵了 俄罗斯的天雄猫如意 出国前的他只想安安静静做个吃货 但在俄罗斯这几年练就一身本领 入乡随俗化身战斗熊 不是在树上蹦迪 就是洗完澡拉水桶 那水溅眼睛上还知道易容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熊 其他出国的熊猫都当爱宠 他是出国进修去了 不仅学会了俄语 还被饲养员教会了画画 有手拿笔操作猛如虎 抽象并有艺术气息 多不压身文武双全 与彪汉的如意相比 鱼法大熊猫显得十分贵气 天天没事就泡个温泉 那是真会享受 当初为了能请他们到法国 法国用了七年时间申请 对法国人来说来之不易 在熊猫还没到他们国家时 他们就修建了中国风的风电 园区四处都是竹子 直到租借到大熊猫 他们直接动用波音777主力接送 就连在法国 天熊猫诞下第一只熊猫幼崽 也是由法国第一夫人起的名字圆梦 如今的小圆梦待遇如小王子一样 还有国家对大熊猫的待遇 比王子都要好 那就是马西亚每一只大熊猫都是白白胖胖的 不说大熊猫所住的环境都是恒温恒湿 全天24小时空调 就连上下班都要奶爸抱着 连双脚站地的机会都没有 凤姨已是成年大熊猫了 奶爸依然可以晋身抚摸头 喂大熊猫吃的竹笋 都是奶爸给它好切好喂给它们吃 在这里的大熊猫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难怪暖暖回国不会包损 中国租借大熊猫也是分国家的 例如印度就被拒绝了 见识了以上国家饲养的大熊猫 想让谁回家呢 只要大熊猫过得好 一一闷比谁都会开心 它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愿它三冬暖 愿它春不寒 愿它雨天有散 愿它梦能安 大家对此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 今天视频结束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再见